大家好,我是Harder 今天我有给你们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我刚刚已经完成了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义工 现在你们看到背景有很不同 因为我这是很临时的影片 已经成功报名东京奥运会2020年的义工 不过的我不一定会中到啦 这是他们要抽选的 只是这个很好的机会 4年一次的奥运会来到日本 这是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下 因为像这种国际赛这种东西 奥运会是全世界嘛 他们还要很多很多很多的义工 我们去帮忙做这个参业一定要给他们成功 首先你们要知道 整个流程训练这些东西是在2020的4月到2020的9月 所以我们还不知道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单义工 必须最少要参加10天 所以就是10天或10天以上 这个时间就是从训练开始 一开始到最后尾 结束结束 然后你的工作岗位呢 然后你 你会做来的范围呢 全部都是由他们来安排 给你做来的什么岗位 它里面有特别的 讲你觉得你要选哪一个工作呢 不过你不一定会拿到那个工作 所以它是要看哪一个地方 比它需要很多人的 它就会安排你去哪个地方 然后这个奥运会呢 如果你做义工呢 它有一个很好的利益就是 就是你的工作不会超过8个小时 然后就是你的吃的方面呢 全部都是他们会安排给你 所以你就不用怕没有吃到东西 整个活动呢 它已经包含了一些保险金 就是insurance 应该会给一些交通费啦 就是给你transfer 和你住的地方到我那边 至于呢 飞机票和住宿 我觉得它是不会包含你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中的话 你要想好 你是自己做的 然后你就是要 你要参加这个义工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你一定要是2002年的4月1号以前出生的 就是大概是16岁以上 才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至于年龄方面呢 我们不确定 因为它在官方也没有讲到是年龄 从什么年龄到什么年龄 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有在日本的居留前 就算你是短期内的居留 你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申请方面呢 其实很简单而已 就是这个申请表格里面呢 你们要花一点时间在那表格 因为它蛮多东西要填的 然后最重要呢 你一定要准备好一个你的证件照电子档 就是你的passport size的照片 就这样子 passport size的照片 就是到你半身这边 这样子的 你要很仔细的慢慢填 不要填错 因为填错的话会比较麻烦 因为你submit的话 就不能再做什么东西 如果你申请你submit了过后呢 如果你要真正知道你有没有被选中的话 大概就在一两个礼拜以内呢 他们会在你填写的email那边 通知你 你成功申请的 然后 即时即时还会叫你training那些东西 OK 到目前为止呢 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被选中 只是 接一个机会这样试试看一下 所以我也不确定我有没有选中 只是 就 人参加就参加啦 看缘分啦 看缘分看运气 其实呢 我是已经完成这个表格啦 所以 就等这个message 再来啊 如果没有被申请到 就 这个申请的表格呢 就是 你尽量在 2018年的9月26日到 2018年的12月21日 这期间里面 完成这个表格 完成submit上去 然后我们才会 adjust这些东西 看你有没有qualify 可以完成这个 至于 语言方面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啊 你就是要有英文 因为这是国际赛嘛 所以你不一定要 去了解真正的日文 如果你两个 语言都不是很会的话呢 所以 这个活动 对你来讲 有一点困难 我这样子 我也不是很会 日文 所以我只是在 应用程式里面 我填写我会 中文和英文 所以呢 我会 应该 会被安排到 那种 比较 中文或者 英文的岗位 就去做那些活动 我已经说完这些 就这些东西了 至于呢 如果你们要更详细的 知道这些 申请的东西呢 你们可以到他 那个网站那边 他的Q&A 他那边的Q&A 可以教你怎样 完成 他里面也是有video 就教你要怎样按 如果你们想要参加呢 可以跟我一起参加 但是 再次强调 我还没有中 我还也还没有被approve 所以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成功 但是 报名表格 已经是上面上去了 详细一点的报名 资料呢 填写的方式呢 我也不一定可以帮到你们 如果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呢 你们可以message我的 Facebook page 还是在底下留言 我都会回复 今天的影片就有点临时 所以你们看到背景 就有点不一样 ok 我今天的背景都在白色嘛 所以现在也不要东西之中 我放钱 再次跟你们讲呢 如果你们想要参加呢 记得就是看底下啦 底下我会放那个link 资料呢 会讲解这些 它的流程 你们要做什么东西 更详细的东西 会在那网上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在底下留言 like这个video 还有share这个video 最重要还是subscribe 按下红色button 记得开下小铃铛啦 然后你们每次我发布影片 都会有所有内容 再见 拜拜